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习近平举行仪式 欢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访华 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外长 习近平回信勉励猎英突击队全体队员 努力锻造世界一流反恐特战竞旅 时刻准备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习近平和巴西总统向中巴两党第七届理论研讨会致贺信 赵乐际同巴哈马众议长和参议长举行会谈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韩正会见新加坡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 一季度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上升 以色列总理称进攻拉法的计划已有时间安排 埃及约旦法国三国警告 进攻拉法将造成危险后果 扎波罗热核电站称 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技术中心大楼的屋顶 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 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 欢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 维斯利·西米纳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 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西米纳访华的有 总统夫人 外交部部长 资源和发展部部长等 军乐团奏一中两国国歌 明里炮21响 明里炮21响 西米纳在习近平陪同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 观看仪仗队分裂式 西米纳适应习近平的邀请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欢迎仪式后 习近平主席同西米纳总统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密建交35周年 两国始终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友好合作 互利共赢 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 中方支持秘方 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振兴经济和改善民生 中方愿同秘方一道 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新起点 保持各层级交流对话 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 推动中密关系 迈上新台阶 双方要坚守 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定位 坚持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的合作基调 加快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加强基础设施项目合作 密切文化 卫生 教育 地方等人文交流 欢迎更多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青年 来华深造 中国地方送一上岛 送细下海等项目 深受密联邦民众欢迎 双方可以开展更多类似项目 中方愿在南南合作框架内 向密方提供应对气候变化援助 开展能力建设培训 加强在联合国 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多边框架内 协调配合 共同践行多边主义 维护公道正义 习近平指出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 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 深厚的人民友谊 共同的发展需要 中方发展同岛国关系 是南南合作框架内的互帮互助 既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应该受到第三方干扰 中方主张 各国在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时 应该坚持岛国自主 坚持发展为先 坚持开放包容 岛国有权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有权同所有发展伙伴 开展友好合作 中方愿继续为岛国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开展三方或多方合作 西米纳表示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中国建交以来 两国始终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互不干涉内政等基本原则 双边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坚定支持中方在涉台 涉港 涉疆 涉藏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对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具有重要意义 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等太平洋岛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贵帮助 愿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农业 渔业 经贸 投资 旅游 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合作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密方将继续积极促进岛国同中国合作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 关于共建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 农业 医疗卫生 基础设施 发展合作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将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联合声明 当晚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为西米纳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4月9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习近平请拉夫罗夫向普京总统转达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中俄两国携手走出了一条大国邻国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的崭新道路 造福了两国和两国人民 也为国际公平正义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我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交往 确保中俄关系始终顺利稳定向前发展 双方要以庆祝建交75周年和举办中俄文化年为契机 全面落实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 习近平强调 中方支持俄罗斯人民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支持俄方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俄关系发展 愿同俄方密切双边沟通 加强在金砖国家 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战略协作 展现更多担当 以平等 开放 透明 包容的精神 团结全球南方国家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有力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拉夫罗夫转达普京总统 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 中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 为其他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提供了重要机遇 俄方深感钦佩 俄对外政策的优先方针 是全面巩固提升对华关系 普京总统顺利当选连任 保证了俄中关系的连续性 俄中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 超越了冷战时期的同盟关系 显示了强大韧性 俄方愿同中方认真落实 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加强双边和多边协作 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一道 加强团结合作 为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 做出贡献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给猎鹰突击队全体队员回信 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 十年前向你们授旗时的情景 得知十年来 你们坚定举旗注魂 苦练特战本领 很好完成了担负的任务 我感到很高兴 习近平强调 特战部队肩负特殊使命 必须政治和军事都特别过硬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 不断锤炼忠诚品格 加强实战化针对性训练 发扬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战斗精神 努力锻造世界一流反恐特战竞旅 时刻准备为党和人民 再厉新攻 猎鹰突击队是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 2014年4月 习近平亲自向这支部队授旗 并作出重要指示 十年来 该部队牢记统帅嘱托 忠诚屡职尽责 出色完成反恐维稳 连演连训 重大活动安保等一系列任务 在国际特种兵比武竞赛中 获得二十多项冠军 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单位 先后有七人次获得全国全军表彰 十人次荣立一等功 十七人次荣立二等功 今日猎鹰突击队全体队员给习主席写信 汇报部队建设和遂行任务情况 表达当好反恐拳头 坚决履行使命的信念和决心 4月9号 中国共产党和巴西劳工党第七届理论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巴西劳工党名誉主席总统卢拉 分别向研讨会致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表示 二零二二年十月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是团结带领全国各组人民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年二三年一月 巴西劳工党再次执政后 大力推动加速增长计划 新工业计划等发展战略 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全面发展 此次中巴两党以加强执政党建设 探索现代化道路为主题 进行理论研讨恰逢其时 对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 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巴建交五十周年 中国共产党同巴西劳工党建立关系四十周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国共产党愿同巴西劳工党 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建 推动各自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进步 为引领新时代中巴关系向前不断发展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更大贡献 卢拉在贺信中表示 今年巴中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 这是双方朝着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 开展交流合作 深化有益的五十年 去年我与习近平总书记 共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迈上新台阶 巴中关系不仅对两国 而且对全世界都很重要 我们将通过合作 巩固联合国等全球治理传统机制 同时加强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 金砖国家和中拉论坛 基础四国等难难合作关键机制 巴西劳工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劳工党高级干部考察团访华 并出席中国共产党和巴西劳工党第七届理论研讨会 目的是同中共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并就共同感兴趣的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合作 我坚信我们双方一定能找到更多会合点和合作区域 巴中两党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 将更加密切和卓有成效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号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 同巴哈马众议长德沃和参议长阿德利举行会谈 赵乐际表示 中巴建交27年来 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务实合作 持续拓展 人文交流日益密切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相互理解和支持 赵乐际指出 中方高度赞赏八方始终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这是中巴友好关系的政治基石 欢迎八方尽早加入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 为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开辟更广阔空间 加入三大全球倡议 携手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贡献 深化经贸 旅游 教育及地方合作 让中巴友好深入人心 世代相传 中方愿与八方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 加强沟通协调 赵乐际表示 欢迎八方支持和参与将于今年9月 在海南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 期待八方在加勒比地区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愿共同推动中加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 赵乐际强调立法机构交往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全国人大愿与巴哈马议会参众两院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往来 交流治国理政经验 深化有益与合作 发挥立法机构智能作用 为两国加强贸易投资合作 扩大人员往来 营造良好法制环境 赵乐际介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关情况 德沃和阿德利表示 巴中相互尊重 相互理解 两国关系强劲有力 巴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巴参众两院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往 为促进两国经贸 人文 立法等各领域合作作出贡献 铁宁参加会谈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9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王庭慧 王沪宁表示 去年12月 习近平总书记 国家主席 同阮副仲总书记 共同宣布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确立了新时代两党两国关系新定位 中方愿同越方一道 全力落实两党最高领导人共识 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 为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做出贡献 王庭慧表示 越南将中国作为对外关系的头等优先和战略选择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祝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大成就 越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两党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 增进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 越南国会愿为深化具有战略意义的 越中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 石泰峰 王东明 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月9号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王瑞杰 韩正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和李显龙总理战略引领下 两国去年确立了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新定位 为中心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心合作前景广阔 中方愿同新方一道继续保持各层级密切交往 用足用好双边合作机制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深化科技创新合作 开展高水平人文交流 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 王瑞杰表示 新中合作成果丰硕互利双赢 新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愿与中方继续拓展科技创新等各领域务实合作 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今天发布 一季度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89.3 比去年四季度上升0.2点 春节后 企业的开工率大幅回升 三月底完全开工的企业 环比上升15个百分点 一系列稳增长会名声的政策组合权 发力企业信心得到了提振 一季度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的各分项指数全面上升 其中市场指数和资金指数均上升0.3点 多个行业的国内订单指数 投入指数 销售价格指数上升 显示中小企业对市场的预期和融资状况改善较为明显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调查还显示 今年以来中小企业普遍加大了产品技术的研发投入 加速向专精特新发展 71.2%的中小微企业科技投入增加或与去年同期持平 环比上升8.1个百分点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 2023年 高血压 糖尿病 恶性肿瘤 门诊放化疗 尿毒症透析 器官移植术后 抗排抑制疗等 五种门诊慢性病 特殊病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达331万人次 比2022年增加近13倍 截至2023年底 基本每个县至少有一家异地联网定点医疗机构 能够进行五种门诊慢性病 特殊病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 国家医保局表示 下一步要扩大门诊慢性病 特殊病费用 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数量 并在现有五个病种 跨省费用直接结算基础上 继续增加病种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生态环境部最新消息 截至三月底 我国已划定生态环境管控单元 44604个 分为优先保护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和一般管控单元三类 涵盖了大气 水 生态 土壤 海洋等各环境要素 进一步突出了分类管理分区实测 近日 新修订印发的基础设施和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公布 新规在促进民间投资 项目实施管理等方面 做了具体制度设计 鼓励民营企业通过直接投资 或者独资 控股 参股等方式 积极参与特许经营项目 最大程度保障特许经营各方合法权益 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 各地将围绕住宅老旧电梯更新 既有住宅家庄电梯 供水设施更新等 十项重点任务 分类推进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设备更新 对符合条件的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渠道 予以适当支持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 2024年高职专科拟招生专业点 共66870个 紧跟需求变化 增设了集成电路技术 智慧健康养老管理等 6068个专业点 撤销专业点5052个 对现代文秘 市场营销等 供给相对过剩的68个专业 进行了重点调整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获悉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 将于今年7月1号实施 对预付式消费 直播带货 自动续费等新领域新问题 做出了进一步细化规定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首部配套行政法规 起到了城上启下辐射带动的作用 为将我国建设成为面向全球的 国际商事仲裁新目的地 两年来 北京市 上海市 广东省 海南省 开展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试点工作 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体制机制改革 取得明显成效 2023年 四地半截涉外案件 2251件 占全国涉外案件数的72% 涉外标的额1376亿元 占全国涉外标的总额的69% 今天 广州海关发布18条便利措施 服务保障广交会 从提供优惠政策 简化通关手续 提升科技赋能等方面 允许展检同步 支持全流程业务线上一网通办等 确保广交会进出境人员和物资通关顺畅高效 记者今天从中国能建获悉 300兆瓦级压气储能电站 湖北应城压气储能电站示范工程并网成功 电站储能容量达1500兆瓦时 转换效率接近70% 每年可发电约5亿千瓦时 今天 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十项出入境政策措施实施满百日 厦门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台胞近46万人次 为4200余搜往来闽台船舶 提供7生24小时全天后通关服务 同比分别增长约277% 82% 累计为9400余名台胞 办理快捷通关采集备案 近日 我国首次实现人工放流的长相巡 在改造的产卵场中自然产卵繁殖 为长江群原味栖息地修复 提供了重要理论和技术支撑 长江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长江上游特有的珍稀鱼类 电视剧《城中之城》 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 该剧聚焦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 呈现了在中国金融业转型发展的时代浪潮下 不同类型机构 不同岗位金融人 成长蜕变的故事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称 以色列国防军进攻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的计划 已有时间安排 内塔尼亚胡称 以军将会按计划进入拉法 但他没有透露具体日期 埃及 约旦 法国三国领导人 8号联合发表文章 警告加沙地带的饥荒已经开始 进攻拉法只会带来危险后果 呼吁有关各方立即无条件执行 联合国安理会第2728号决议 尽快在加沙地带事件永久停火 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8号表示 以军战机当天对加沙地带中部 麦加奇难民营附近的一栋建筑实施了空袭 这次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 其中包括当地的行政长官 联合国安理会8号重新审议 巴勒斯坦提出的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 决定将此申请交由由安理会15个成员组成的 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处理 在形成结论后再报告安理会 安理会然后决定是否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建议 巴勒斯坦目前只是联合国观察原国 根据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接纳新会员国 需经安理会推荐 由联合国大会做出决定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今天表示 该武装在过去72小时 对包括港口和军事基地在内的 以色列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以色列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 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 俄军在前线打击乌军 反炮兵雷达 火炮系统 坦克等目标 俄军防空系统拦截了乌军大量火箭弹和无人机 俄国防部当天还称 作为对乌方袭击俄境内油气设施的回应 俄军使用伊斯坎德尔导弹 打击了位于扎波罗热的乌军重型无人机工厂和仓库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称 乌军在前线与俄军展开数十次战斗 打击了俄军防空导弹系统 电子战基站等目标 扎波罗热核电站今天发布消息称 一架乌克兰无人机今天袭击了 该电站技术中心大楼的屋顶 没有人员伤亡 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俄方此前指责 乌克兰7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实施一系列无人机袭击 是非常危险的挑衅 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发言人尤索夫8号称 该袭击并非乌军所为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伊朗外长阿卜多拉西洋8号在叙利亚大巴士格表示 美国对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利亚使馆建筑的行为负有责任 他说 以色列使用的是美国战机和导弹 同时 美国拒绝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行为 说明美国为以色列实施袭击开了绿灯 阿卜多拉西洋说 美国对这起恐怖事件负有责任 并且必须承担责任 8号 美国拉斯维加斯一家律师事务所发生枪击 共有三人死亡 警方称 案发时一名男子朝着一男一女开枪 导致两人死亡 之后 枪手开枪自杀 枪击发生后 律师事务所所在建筑内的数百人疏散 枪手作案动机等有待调查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市长加兰 8号宣布 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当地旱情严峻 波哥大市将从4月11号起 实行用水配给措施 该措施还将适用于首都附近的11个城市 影响至少900万人 加兰说 波哥大70%的用水供应 来自周边三个水库 而这些水库的水位 目前已降至40年来的最低水平 当地时间8号 美国 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国部分地区民众 观看到了日全时天象 全时阶段持续了4分钟左右 在北美地区全时代以外的一些地方 人们则有机会观看到了日偏时 当太阳 月球 地球处于同一直线上 且月球位于太阳和地球中间时 就可能出现日全时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